请勿奉读圣经 供读圣马谷福音 那时候耶稣离开提洛地区 经过七东走向加里勒亚海 到了石藤区中心地带 有人给耶稣带来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请求给他副手 耶稣便带领他离开群众 走到一边用手指伸进他的耳朵 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 然后望天长叹 对他说恶法达 就是说开了吧 他的耳朵立刻就开了 听得见了舌解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 告诉任何人 但是他越叮咛 他们便越大事宣扬 人们都十分惊奇地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极了 居然使龙子轻见 使哑巴说话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祝我们赞美你 神父 神会长 各位会事大家平安 刚才手机出了一点问题 我今天是以今天的福音为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主题是开了吧 二华打开了吧 今天福音的最后 人们都惊奇地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 使龙子听见了 雅巴说话 他们这样子应验了 读经医 今天的读经医 伊萨伊亚先知所预言的 墨西亚的标志 就是使虾子复明 雅巴会说话 然后脖子会走路 然后龙子会听见 这是我们读经医 伊萨伊亚先知的 那个福音在这里就预言了 应验了 应验了墨西亚的 伊萨伊亚对墨西亚预言的标志 那马尔古福音特别强调 耶稣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奇迹 耶稣虽然自己并没有在 没有公开的在外邦人的地区 传福音 因为他主要的传福音 是为了那个在以色列 以色列人当中 他没有在公开的宣讲 但是呢 他也是为他们治病 驱谋 在今天的福音的前面 第24节到31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耶稣跟克纳汉妇人对话当中 他也是为他的女儿驱谋 可见外邦人呢 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墨西亚的祝福 跟他的恩宠 那福音特别前 有人给耶稣带来一个又聋又雅的人 求他来医治他 这一次耶稣的医治跟以前他治疗别人的 有一点不同 人家说你的信德救了你 那个人就权益了 不用耶稣自己出手 可是这一次呢 耶稣特别把这个又聋又雅的人 带离开了群众到别的地方去 离开他的朋友 那就是耶稣要把墨西亚的奥基 只是显示给门徒们 就是以色列人 那这一次耶稣也有用 特别的用他的手 放进他的舌头 放进他的耳朵 然后仰望天主 就祈求天父 然后说了说 二华打意思就是开了吧 也就是今天福音的主要的 那开了吧 那我们回想一下 开了吧 今天为我们在灵修上面 有什么意义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看说 依察耶稣说 瞎子看见了 我们都不瞎 现在瞎子不多 我们不瞎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生命的 自己生命的力道 然后龙子听见了 我们也不容 但是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愿意 用心去聆听别人 真正的心声 或者是我们就说 听了 敷衍了事 却不当一回事 没有很用心的去聆听别人 其实聆听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家人 家人你如果去聆听他 像我们说 结婚那个love 第一个l l就是聆听嘛 所以聆听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你很用心去聆听别人的话 就冲突就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哑巴会说话 我们也 我们也不哑 但是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遇到了困难啊 挫折啊 或者是互相冲突的时候 我们 有没有去 那个 跟别人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 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要自己要来 醒失一下的 然后我只会走路 我记得在四年 2018年 我们去花莲一个教堂 叫做森永教堂 那个罗莎传教老师告诉我们 我最感动的就是去看那个教堂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说 他们教堂 原来的教堂是比较小 但是人很多哦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都没有人了 人都不见了 然后有一天呢 一把火 把那个教堂烧了 那烧了以后呢 那个圣体坎烧焦了 那是很奇妙的哦 圣体坎里面的圣洁 那个圣血是烧焦了 但是里面的圣体 那血百都无损 然后呢 十字架 最重要的是那个十字架 耶稣的脚被烧掉了 手被烧掉了 很奇妙手跟脚不见了 然后那个 那个这一把火 就好像是圣神的火 打开了他们的心 然后神父就说 你看耶稣没有手 没有脚 然后呢 他要我们当他的手 跟他的脚 你们愿意不愿意 当他的手 跟他的脚 后来 因为本来那个教堂没有了嘛 那圣体就请到 那个罗莎他们家去 弥撒也在他们家这样做 慢慢的 那个 那个教友就觉醒了 这一把火就是像圣神的火 打开了他们的心 后来教友就慢慢回来了 然后他们在2017年 那个教堂就落成了 很漂亮 然后那个十字架 他们就把他框在那个器台的右边 就是被烧掉的那个十字架 用一个玻璃框把他框起来 我最喜欢那个十字架 我就说 可以当耶稣的脚 我们想一想说 耶稣那个神父就问他们说 你看耶稣没有手 没有脚 我们愿意便利当他的手 跟他的脚 所以后来慢慢教友都回来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当耶稣的脚 然后去完成他的 传福音的那个脚 所以我们愿意为耶稣 当耶稣的脚 继续为福音来作证 那开了吧 这句话也是 耶稣天主跟我们讲的话 他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好使我们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爱 看到天主的祝福 在今天的读经二里面 也提到穷人跟富人 我们在人的眼里 我们认为说 在物质溃乏的人 生活物质溃乏的人 就是穷人 很丰富的人就是富人 那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也有穷人跟富人的分别 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是属于信德上的富人 还是穷人 当我们遇到困难 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我们会像虾子一样 来寻找耶稣吗 寻找天主吗 这位又聋又哑的人 在生理上面 他是属于穷人的 但是他在心灵上 他是富人 因为他没有排斥耶稣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祈求渴望他 致意他 所以他得到了耶稣的致意 今天为我们来说 开了吧 也是耶稣对我们的邀请 他邀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 渴望耶稣来开启我们的生命 好使我们能够看到 能够相信 能够了解 我们的灵性生命 是到哪一个幅度 我们的信德到哪一个界限 好使我们在 我们的生活 不只是在祈祷的时候 才想到天主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时刻 都要让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重心 这是今天福音的重点 所以让我们一起跟天主说 请开启我们生命吧 阿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首先谢谢我们救主会区的服事 还有我们陈雪清区会长的讲道 真的是所谓的福音讲道 可以听得出来 你有引读 也有准备 其实我要讲的几乎被你讲完了 那我要补充 这个因为时间已经有一点晚了一点 今天念玫瑰经我们好像是不是都念一端呢 好 长年起二十三主日以年的 这个我们聆听到的这个三边的圣经的中心思想 应该是这 应该我的体验叫做天主爱所有的人 他的爱不分种族国籍 不分名父贵贱贱 不分身份地位高低 都是天主所爱的 当然在今天的三篇读经里边 特别强调的 奇怪 天主特别爱那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 不如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读经义也好 就是所谓天主特别爱贫穷的人 软弱的人 生病的人 等等 那福音里边耶稣 也特别去关心这样的人 而今天的福音里边特别强调 这也是马尔古一向的所强调的 这个所谓的外邦人 也得到天主的救恩和祝福 所以很多在马尔古福音里边 耶稣所嫌的奇迹都是 绝大部分是外邦人 外邦人的这个所谓的信友 因为他的福音就是写给 这个所谓的规划的外邦人的基督徒 好 那我想不用我再多解释 刚刚我们的这个陈雪莉 这个姐妹已经讲了很多 那我只是补充一些 我要补充的是 耶稣行这个奇迹的意义是什么 行这个奇迹的意义 耶稣行所有的奇迹 但是每一个奇迹 他都有特别的意义 特别的启示 那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 他给我们启示是什么呢 首先耶稣行这个奇迹 是在犹太地区之外的外教人 他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压的 这个又哑的外教人 这个指出了 教外人也到天主的祝福的意义 所以也得到天主的救恩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笼子就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人 耶稣治好了他 使他听到天主的圣言 这象征着天主的圣言 也是为了外教人 使教外人士能够听到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圣言 进而使天主的救恩语言进入他们的心中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一位亚巴 其实无法表达出他自己的心意 耶稣治好了他 就是解开了他的舌头 使他说话清楚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这也是象征着天主的救恩 也就是教外人表达出来 另外一个值得去注意的是 为什么耶稣把这一个人又牙又拢的 给他带到一边呢 没有给当众的给人家看到呢 其实这个就是耶稣 顾虑到他的面子 顾虑到他的面子 顾虑到他的所谓的尊严吧 所以这也启示我们什么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要去注意他人的心理的处境 不要因为我们的帮助 而伤害他人的自尊心 那如今儿 我们的陈雪莉姐妹也提到了 那其实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我们对弟兄姐妹们的爱 不要获持薄皮了 这也就是带人的态度 既然我们是基督 这个圣雅各博说强调的是什么 既然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对待人是地物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耶稣的态度 耶稣的态度 耶稣不会把我们所有的人分开 这个所谓的贫富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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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这个所谓的对待别人那种所谓的 你喜欢的有钱的你就特别的招待 那你不喜欢的一些穷人的你就甩都不甩 这个就不对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一个耶稣的态度 他要强调的是这一个 强调的是这一个 所以最后我们接着要来的主日的残年起 以年残年起的三边的读集里边 我们再次好好的去反省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 彼此勉励 第一就是我们是否常常效法 天主父和耶稣基督的爱 对任何人的爱都是一样的多 不分贫富贵贱 尤其特别关心那些弱小者 贫穷者 第二呢 在日常生活中 是否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精神 以言以行的将天主的圣言 天主的救恩带给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呢 好 所以 这就是这个主日三边途径的重要的思想 学习 效法 天主 耶稣 爱 所有的人 不分 不分国籍 不分富贵 平强 不分你的身份高低 好吧 我们最后还是谢谢 救主会期的福事 那 请拿出这个 我们 圣道明四世纪念导文 那你们跟着我念 我们的造物主天父 救世主耶稣 安慰者圣神 在祈祷中 高僧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 祝福和一切的宣讲 八百年前 你召叫了圣道明进入永生 并加入了你天国的饗宴 在我们庆祝圣道明周年庆典时 请你恩宠滋养并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更明了 传道救灵的使命 请你以真理 怜悯和圣爱 养溢你的子民 直到我们 与所有诸圣 团聚与一喜之日 我们学同 所有道明大家庭 借着圣母玛利亚带导 因耶稣基督之名 向你祈求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以你的虚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赐给你们平安 阿们 阿们 祝神父 谢 谢神父 谢神父